乔 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 乔 三声乔 七咬乔 三声乔 乔 是表示内心很忧愁的样子 如 悄然不乐 又是容色改变的样子 如 悄然变色 要附带说明的是 虽然我国的文字有许多是可以调位的 像这个禅字 可以把心写作下偏旁 而成为下面这样的禅字 旗也就是下面写的这个旗 群也就是下面这个群字 也有的人呢 把陶字写成下面这个陶等等 但是如果巧字调位的话 就成为一个愁字了 这两个字是完全不相同的 和巧字字形相似的 还有下面几个介绍 第一个介绍的是揪字 揪字的国语注音是 积幽揪一声揪 也可以写成下面这样的字体 揪是用手抓住的意思 如揪着不放 这样写的揪字 国语注音也是积幽揪一声揪 这个揪字是积水的小池子的意思 揪曰是水民 在甘肃省故园建西南 而揪揪则是幽漆悲愁的样子 另外揪这个字又因角 国语注音是积幽揪三声揪 揪凡是低窝而又窄小潮湿的地方 就叫脚爱 这样写的揪字 国语注音也是揪 鸡幽揪一声揪 揪原来是小孩子的声音 现在呢 则多用于描写鸟类细小的叫声 如周揪 而许多嘈杂的声音 也可以叫揪揪 如木兰词当中有 在闻烟山湖记声揪揪 杜甫的冰居行当中也有 天音与世声揪揪 最后再为您介绍这个丑字 丑字的国语注音是 吃偶丑三声丑 丑是看见的意思 如丑见 丑了他一眼 前面介绍的 巧揪丑丑 都是以丘字做主体 但是有不同的意义 而且都不是念丑的音 如悄然变色 就不能读成丑然变色 请您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就介绍到这儿了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 好 ② 好了 中文字幕——YK